傳奇的42號站在外野草坪上 李維拉7號下午現身週季球場 親自帶著小朋友參加公益活動 小跑步跑向場內 就像當年他從牛棚跑向投手球 風采不減當年 仔細看身上還穿著印有他名字 加上42號的專屬上衣 親切跟小朋友講解投球技巧 直接膽襲下跪 即使語言不同也沒關係 李維拉親自示範 完全沒有球星架子 請看右手邊的鏡頭 史上首位全票入選大聯盟名人堂的 前陽機終結者李維拉 這次來台灣擔任經典賽的開球嘉賓 大家最關心的 當然還是他跟王建民的那段情誼 親民過了很多年來 很驚訝 認識他 他從小籃籃 我看過他的才能力 和他為他選擇 和他國家的代表 一直驚訝 坦言看著王建民長大 回憶起在陽機 與他當隊友的時光相當開心 不過李維拉感嘆 王建民因為鋪累受傷 生涯有了極大轉變 而被問起 王建民的升卡球強 還是自己的卡特球比較強 他這麼說 我沒有知道他的卡特球 我會成為政治答案 但是我覺得這場地是比較高興 因為他長得更長 最強守護神現身台灣 還帶著小朋友傳承球技 讓所有王正民世代的資深球迷 重新燃起美好回憶